小小巷弄内一条小巷道的地面上 仔细一看竟是出现一条条裂痕 还延伸致民宅 不止如此 整个路面还出现落差 这边都裂开了 往下 往下线 这里是高雄市前镇区 竹西里广东三间102巷 四米矿的巷道会有这样的状况 居民怀疑是旁边大型商场施工造成 开工两个月时 民众发现地下室渗水 接下来的一年间 又发生路面龟裂等状况 才惊觉问题大条 开花店面我们是欢迎的 但是造成里面的不变 因为现实的房屋地下水都漏水 地面道路都累开累神 所以这些桌面营造工具 出面挖了差不多有一楼半 或者两楼那么深的地方 去年的四月干旱 我们地下是通通都在漏水 几次向施工单位反应 以及向市府单位请求协助 开过数次协调会皆无交集 令附近居民相当不满及不安 害怕雨季来临时情况会更加恶化 因为到以前就是菜眼嘛 就那头会比较松嘛 挖土他们挖土 挖了一二层楼高的土 就做好了要填土 填土那漏水下去就是第二四 第二四是做漏水 所以今天这大研究 是没有做人性病例 造成后遗症 季来临四月份五月份雨季来临 以后会更严重 包括我们12项的102项这边12户的人 所有的人的公共安全 还有财产 还有房间房子都会军业 谁要负责 前有几次高雄市与台北市建筑物 或其邻居他县的例子 造成当地居民相当大精神财务损害 里长及里民便希望能找出解决方式 防止日后更大噩梦发生 记住危险 慌弱公安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记住危险 慌弱公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